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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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热门鬼子这个侵略者 他面对他的老婆 结果他却在那里变成一个偷窥者 是吧 那他看到老婆的这个 在被热门鬼子挑掉了裤子之后 在阳光下 很耀眼的白色 他还有一种 一直不动作不住的激动等等 这些描写都是显得 他非常的 令人惊奇 是吧 第六的是情感的中性化 以及对暴力逃亡的行动的极端表现 这个呢本来是 想谈下北春在90年代初的小说 他这个是最寂静的 先锋小说 你像这个潘君 有一篇蓝色的情绪 那么像这些小说 他都把人物写得鬼鬼祟祟 这个人物呢 都处于一种不安的一种状态 那么这里边的人物呢 都是被边缘化的 或者说他们都是不健全的 处于精神分裂的 那么这样一种状态 你像这个渝华的河边的错误 是吧 一个叫马哲的调查人员 他这个侦探 是吧 调查人员侦探 这个然后呢 他就调查一个疯子 杀过三个人 是吧 他最后呢 他要把那个疯子打死 开枪把他打死 打死他自己就要去坐牢了 但是呢 如果他被鉴定成有精神病 他也是疯子 他就不用坐牢 或者说就 就到精神病院里面关娘 然后一次一次的提审他 提审到最后呢 他说话就垫上倒死了 那么他也变成一个疯子 他变成疯子之后呢 然后他就不要去坐牢 所以这个小说 你看河边的错误 就是说他嘲讽了 这样一个生命的 存在的一种绝境 我们是如何的 被推到绝境的 像这个疯子和那个妖四婆 里面当然里面 其实是暗示 对万伦的一种暗示 这个都是非常 在一种同情悲悯 一个关怀人道的背后底下 他掩盖的是一种 非常变态的 这样一种存在 因为疯子 因为邻居在外面听着 疯子在里面抽打这个妖四婆 但等他们耳朵贴上去了 里面又发出 妖四婆非常奇怪的声音声 是吧 那妖四婆呢 一直对这个疯子呢 他照顾他 照顾他像儿子一样 但是呢 他老是打他 他都打起他了 就像他原来丈夫打他一样 所以这里面都是 虐待被虐 受虐 是吧 一种非常疯狂的 非常不正常的 变态的这样一种存在 那么这些呢 我们都可以看到 他在寻找一种极端的经验 这些经验 在过去文艺中 是完全被掩盖的 其实在三四十年代 大家知道 曾经有过新小说 是吧 像穆石英啊 像石泽纯啊 像这些 这些 这些作家 他们都曾经有过 新感觉派 这受日本影响的新感觉派 在那个意义上来说呢 也在寻找一种极端的经验 在当时的腿迷的 堕落的 腐朽的 我们被称之为反动的那种 那种腐朽的 没落的那种生活 但是现在的这些 现象是他一直在寻找一种极端的 变态的 精神分裂的 那样一种经验 所以这其实 某里面说也是 整个现代小说 他不得不走向这样一种路径 走向这样一种路径 在这样路径中呢 他的艺术的表现力 他的语言 他的感觉 他的陌生化的经验 才能够奔发出来 那么第六呢 利用错位和意外来编织故事 所以现在的故事呢 他不再是依靠 一个完整性的逻辑了 不再依靠正常的逻辑 而是依靠意外 所以你看 格飞的小说都是那种 它是意外的 在经验之外 它发生 他们喜欢写作这种意外 不再是现实主义的那种 严整的逻辑 理性的逻辑底下 都是非理性的 像于华的那些作品 都是那样 那么第七的是 反讽手法的普遍 他们对这个事件 采取了一种反讽的方式 既嘲讽自己也反讽 这样一种外户的历史 第八呢 就是一个 说明论式的神秘主义 在他们的作品中 对历史的理解 对人性 对人的生命的价值的理解 都是一种 说明论的神秘主义 这和我们过去的 现实主义的小说 我们过去的小说 这种历史理念 是非常清晰的 就是 社会主义 赞成资本主义 是吧 党领导人民 推翻三种打算 因此建设迎来了新的中国 中国人民从此 具有了新的幸福的生活 而且他们在奋斗 在走向光明 你像这个 创业史 是吧 两条路线的斗争 组织农民 是吧 从贫困走向富裕 走向共同富裕 我们有一整套 这种历史叙事 这个叙事的支持着 我们的文学的 内在的逻辑 但是现在这些 都是不可思议的 你像这个苏同的 七千春学 这个陈左迁 这个五十岁的男人 和这个 几个女人 是吧 他们所建构起来的 这种生活 这是一个地主阶级 浮朽没落的 最后的一种历史 他去书写这种历史 这种历史是神秘的 不是因为 在这里面 不再是因为阶级斗争 不再是因为压迫和剥削 我们没有看到 他背景的那种压迫和剥削 和农民阶级的矛盾 是吧 也没有看到 帝国主义列强 和民族资产阶级 和地主阶级构成的矛盾 这些都没有 而是他不可知的 家庭里面的那种斗争 陈左迁呢 作为一个五十岁的男人 他这个身体不行了 是吧 然后这个 这是代表着 他的一种腿白 是他的一种 崩溃地主阶级 必然灭亡的 一种解释 所以他们对历史解释 是这种方式 好 这个 因为这个 时间关系 这个确实先锋小说 其实我觉得 还是意犹未尽 如果要讲 我可以跟大家讲 一个学期 但是 大家有兴趣的 可以看一看 我有一本书 叫做这个 《无边的挑战》 是吧 很常会 其实是我青年时代的作品 今天呢 还有几分钟的时间 我是想这样 来 做一点这个 济世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来表述这个活动 肯定不是 行为艺术吧 这个 我请 大家提问 提问之后呢 我请六个同学提问 提问之后呢 我会有一点表示 但这个表示是一个什么表示呢 这个就是属于行为艺术的范畴 那么 哪位同学提问 赶紧举手 刘颖提问 好吧 对 刘颖 我非常感谢他 他给我的书里面 看出了很多的错误 这个印刷的错误 排印的错误 我自己的笔物 这个他读得非常认真 好 这个 你提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我一直在您上学课 想到 余华 好像是 坐在您的小路的窗前 然后看到这里有个两台 然后他就说 那个对他呢 其实真实 比如在有一个少女 就上面笑下来 然后 见到水泥 这才算真实 然后 我要看到 最后看 以及 买至于九十年 甚至到今天 几个小说中 充斥的 对暴力和 天使之类的 图斥的了解 那这些才算是真正的真实吗 那些正面的温暖的词 是为什么不能给我们带来一种真实感 好 谢谢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 确实 这其实是整个现代主义艺术所面临的困境 就是说 我们艺术现在很难去表现温暖 就是说 他表现温暖 他就变得不温暖了 这非常奇怪 就是说 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这我很难几句话 跟他解释清楚 就是因为我们现代主义以来的艺术 他在寻找的是一个艺术的力量 他不再是一个经验的力量 就是说他不再是一个思想的力量 就是他这个艺术力量是靠什么 他是靠这种非常令人极端的 这样一种存在的境况 通过对他的表现 来引起我们对这样一种极端存在的一种关切 我可以用这种让他合理化 就是说 那样让他震动的时候 这样的一种艺术表现出来 艺术本身才能构成一种冲击力 因为有时候是这样 就是美好温暖 我们其实可以在日常中旅行 我们已经不需要动用艺术了 那理解吗 就像我们铺灭一个烟头 我们只要拿一杯水就给它倒灭 但现在我们如果说要救一个火 我们拿高压水龙头 现代主义的艺术 就是他认为我们人类的精神的危机和困境 是发生在这些方面 所以我们要不断地去描写它 去表现它 那我们对这些东西 引起我们的关注和触动 这个观点其实在蒙尼山 我也接受了赫伯特里德 就英国的一个艺术史家的 他解释比嘎索以来的这些现代艺术 他们存在了一种意义和价值 他就认为是他们 把这样一种人类的境况 人类的绝望 把它表现出来 来寻找我们拯救人类危机的一种可能性 所以认为现代艺术的 它有一个出发点 就认为现代人的精神 是处于一种困境中 处于一种绝境中 所以要把这样一种困境和绝境 把它表现出来 才能够引起我们对这样一种 人类危机的一种关注 可能这个问题我们以后还可以再讨论 还有第二个同学 这位同学 对不起 我一定要限定一下 一定是我们选课的同学 好吗 是吗 我经常听到一句话 就是这个不是对经验的描写 但我想问一下 经验它为什么会 它招学有什么 它为什么会不被人们所描写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接触到的一些后期的 都是我们说 非常坚然的不熟悉的 为什么经验被在这个范围内被抛弃 OK 好 谢谢 对 这也是一个非常人均的问题 现实主义 它过去一直在寻找我们的经验 是吧 白描的 日常的 我们可感知的 可理解的 当然有时候艺术就是这种 所以黄泽平是八十年代 文学被创新这只狗追得满街跑 是吧 连撒尿的时间都没有 就是它一直在寻找陌生化 这个也是哈罗德布鲁努 对整个西方正典的文学的一种解释 创新性 你就在陌生化的一种经验中 能够发掘出一种可能性 在默奴义上来说 就像我们说的 画什么 画狗 画什么 画狗龙翼画虎男 还是说画人龙翼画鬼男 是吧 不不 画鬼龙翼画人男 大概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日常的经验 有时候 牧里上来说 我们可以经验到 我们在日常中就可以完成了 我们艺术中 去完成它 甚至不如我们的经验 但是现在有另外一种观点 就是鲍德利亚的观点 就是仿真与象征与死亡 他认为现实比符号更加具有虚构性 他认为现实是被虚构的 他认为我们已经没有符号 没有虚构能够抵得上现实 他是这样一种理论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们就很难说 我们那样一个经验 它在何等的程度上 它是对现实的日常经验的一种超越 其实我们的日常经验是非常神奇的 非常玄妙的 非常不可思议的 是吧 那么你提到这点 就是说确实现代主义 你从沙特的恶心也好 康妙的局外人也好 俗意也好 这些都是非常极端的经验 这是现代艺术 一直在寻找这种经验 我也一直到现在为止 我还没有办法 把他们推翻整个现代艺术 走的这条道路 就是说我认为他们是合理的 就是在艺术所创造的表现力方面 语言叙述和对人类精神的挖掘方面 我认为现代艺术 他走这条道路 就像黑格说的 存在的是合理的 他是在这个意义上 当然我刚才也解释了这个问题 就是说他以其引起我们的 更激烈的一种关注 好 这个问题我先回答到这里 因为时间问题 还有 好 你说 好 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在当代 这种文学多元化的环境下 文学评论和文学作品本身的关系 因为在四十年代五十年代 或者就那段时间 我觉得文学评论 虽然他本身的思想价值和水平 可能没有当代这么高 但是他对文学作品本身的版作用 是比较强烈的 但是在当代我觉得 像明显的文学评论 思想价值 五十年代的文学评论价值要高很多 然后 但是他对文学作品本身的作用并没有当时那么强烈 我想请您谈一下文学评论在当代环境下对文学作品本身的反作用性的关系是怎么样 但是五十年代大家注意一点 他的影响非常大 他批评是打棍子扣帽子 他把他一说成反革命 他马上就被抓起来 所以文学评论它很起作用 那么后来的文学评论是我们学理上的阐释 学理上的阐释它不具有构成这样一个强大的背后不携带着一种政治上的一种力量 所以现在文学评论它现在是在学理的层面上 学理层面上它的力量它就会有限 我觉得这反倒是一种进步 就文学批评的力量太强大 我觉得不正常 是吧 你像包括周扬他写一篇评论就可以把谁就关起来了 是吧 一篇一个作品就被禁了 那么八十年代也是这样很厉害 谁写一篇 然后哪个领导注意了 这个作者就被受审查了 怎么诸如此类 但是现在来说呢 现在都是限定在学理的层面上 学术的层面上 它作用不应该有那么大 当然现在也很不正常 现在文学评论几乎对作品起不了作用 是吧 那么它变成什么学院的话语本身的自身的一种生产 所以批评了一种 从西方的新批评以来 它是自身的形成了一种体系 所以它是属于学院的这样一个学术的这样一个体系 它未必要对作品本身负责 因为我们中国的学院和现实发生一种关系 所以我们还起一点作用 是吧 比如说拿点红包啊 或者这个人家请吃一顿饭啊 什么诸如此类的 这都是很不正常的 但是在西方它是不一样 书评加书评加 它起作用 纽约书评 它就会影响它的销售 但是你学院的你就在学院 你是做学理的 它不起作用 好 这位同学 上一个问题有一个关键 就是说如果在中国 现代的学术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 它书写的时候 它是以一个启蒙者的身份 它在对一种中心里一种书写 那么在我们的革命文艺开始的时候 它从一个启蒙者的角度变成一种被客观经验化的东西 被一种客观被历史化的事实 它进行一种叙述的时候 那么就是当文学它一种发展到天空派的时候 就是它已经 知识分子已经完全不像以前的这样一种姿态 它是一种怎么样的姿态在进行写作 我个人感觉是它一种非常内化的姿态 它在特别自己内心的一些东西 就出发的是从个人的感受 它自己并不想 而且还并没有能力去感染其他的人 而我们的文学评论也不像一开始那样 就会促使文学本身还有一种某种题材 或者是文学政治意义的发展 导致这样一种后果就是 作者在进行一种自我娱乐 然后所谓的评论 也就是学院内部一些人的自娱自乐 然后读者在阅读中得到的快感 其实和文本和文学的批评 有并没有任何的关系 你这个问题是这个 我听明白了 实际上王猛在1988年就写过一篇文章 就是《文学诗学轰动效应之后》 他认为 其实我前几节课有解释过这个问题 发生之后我们文学发生转型 但是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不好的现象 文学如果说感染力太强大 影响力太大 一篇文章像田间的这个诗 如果我们不去战斗 我们就会被杀死 还要指责你的鼻子说 看这是奴隶 然后大家都揭杆而起 那在民族危难的时候 那都是社会历史处在非常困难 非常艰难的时候 那么文学它有耗尝力 没有别的手段 那么在今天我觉得文学变成个人化的写作 我们用的概念是90年代个人化的写作 那么这说明了社会的一种变化 当然我理解你说的 就是说即使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文学是不是有可能更具有感染力 更具有一种共同性 共同的经验 在这方面更应该我们文学去做出努力了 我觉得这确实是现在的一个难题 现在的一个难题 这个难题怎么去解决 其实到目前 可能我们随着后现代的社会 我们可能像有一本书所说的 这个娱乐之死 是吧 我们怎么去面对这样一个状况底下 我们文学还依然要捍卫起一种精神 但OK 现在好 这个最后一个是吧 你是第五个了 是吧 好 你赶紧起来 但是后面有同学 就一句话 你 就是关于人性论 就是在我觉得在当代史的这个整个过程中 就以人为本的写作 他一开始是大写的人 然后到了革命文学的时候 他人下降到了政治之下 然后当就是复出文学 到那个群歌派和现实主义开始 他们又开始重新回到人 然后但是到了 但是到了这个 但是到了 三句话了 后现代理的时候 他们又 没有人 又没有人 你怎么看待这个关于人 这个写作主题在这个年龄发展中的这样子 好 就是其实这个人 都是一个比喻的说法 人都是一个象征 大写的人和小写的人都是人 其实过去关注的是大写的人 是吧 那么我觉得关注小写的人 也是对人的一种方式 而且我觉得还应该到自我 到他者 小写的他者 对人的最小值的关注 我觉得这也是文学的一种进步 先这么回答 我说六个 还有哪一个同学 我现在我都看花了眼了 那天跟我们缆送的那个同学 作为第六个 好吧 我就 其他就不回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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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